碰上多家大厂都在找人才 日媒指出台积电正困扰日本缺工问题 再加上新变种病毒Omicron日本进行锁国 台积电跟Sony在雄本县新建半导体工厂的计划 似乎遇上大难题 台积电预计雇用1500名以上的员工 不过建厂时间表跟Net快闪机提倡 枪凯霞和D-Ren厂美光等业者的新厂计划相互重叠 恐将掀起抢人才大战 日媒指出在11月后半时 台积电曾忧心向Sony等相关伙伴询问 新工厂的人才确保没有问题吧 不过Sony除了自家雄本工厂之外 相关人士指出 刚盖好的新厂房 长期工厂也面临人力短缺问题 外界猜测台积电或许将模拟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开始建成的模式 从台湾派遣数百名技术人员前往支援 因应新变种病毒Omicron 日本启动索国政策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一旦时间拉长 台积电的计划是否会受到影响 当地的人力是否能确保 俨然成为台积电跟Sony建厂的一大考验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云唐赵婷玉整理报道 林云唐赵婷玉整理报道